我只是發了多少 八千 八百 八十八 四條八港幣 一家社友可以移民去加拿大 找過環 那你說你去不去 挺好的 還沒去過 反正你去到你第二天不在那裡住 沒問題的 就是你多個選擇 那次其實都不可以說移民 只是叫到此一遊 因為我都沒有逗留在這裡很久 原因就是之前我就陪一個好朋友 他就去見一個移民顧問 因為在九十年代初 大家都面對一個叫做九七回歸 到底怎樣呢 何去何從 然後移民顧問跟我說 他說鄧先生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我說是 我夠不夠分 他說夠的 現在有些叫做self-employed 自顧移民 因為你是藝人 給你錢 你可以唱歌 可以做詩儀 我九二年三四月 我就去填一些表 給所有資料的移民顧問 我那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就要離開 半年左右而已 一加四口 而且還是收很便宜 所以你不去都不行 你不讓他搞都不行 我知道有些人移民的年代 有些花了十萬八萬 都搞不定 我只是花了八千八百 八十八 四條八港幣 一加四有可以移民去加拿大 雲哥華 你說你去不去 挺好 還沒去過 反正你去到你日後不住 沒問題的 就是你多個選擇 住了兩個禮拜酒店 周圍又看過一些地方 但又沒有買到什麼物業 又跟TVB的同事 大家 舊同事見面 喝茶 聊聊聊天 過了兩個禮拜 最後就自己想想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沒有東西給你餵 即是叫無餵 那時候自己在香港 又做得好地地 OK 一路so far so good 那另外那些小朋友 他們讀書又讀得好地地 那沒理由 在各種都好地地的情況之下 就在那裡留下去 那不是啦 那差不多 不如先回到香港 一回到香港之後 然後已經沒有這樣的需要 就不覺得有這樣的需要 再過了 我都喜歡香港 那當然我覺得任何一個地方 都是經濟的東西 都是有高又低 一個循環來的 人生都是一個高低的起伏 97、98年的時候 剛剛都是一個叫做經濟的低潮 那當然我覺得任何一個地方 都是經濟的東西 都是有高又低 就是一個循環來的 即是等於如果你賭馬 長長贏的 你會很悶的 知道嗎 我的人可能是比較樂觀的 所以我亦都覺得很等閒的 所有的東西上了去 會不會下來 不會 一定會下來 下來會不會上去 就是你踩單車而已 輪子要下來 又上回去 又下來又上去 一直一直來推動 經濟亦都是一樣 每樣東西都有一個週期 我覺得你自己平時 有空自己應該要儲一點 對吧 這個很重要 要不然一個風浪蓋過來 原來你平時是大洗慣的 都沒有積蓄的